毒瀆石 哈囉,大家好,我是鬼鬼 歡迎回到只有岩漿的世界 說起來你可能不會相信 但是我們真的能從鵝軟石中挖到鑽石 我們現在鑽石量已經用不完了 只要我把這些礦石把它敲開就可以了 這個真的很好取得 因為我們敲是一大片的 所以我們現在工具都直接換成鑽石非常快速 然後哇我的...欸欸欸 我們挖不夠 OK,然後我們再用這個建築棒棒 直接一片一片蓋起來 超級方便 好,總之我們現在就是,這個很好取得 但是我們的錘子爆了,我已經把它撬爆了 所以這個錘子我們可能要來升級一下 它有點麻煩的地方在於我們有些東西要升級啊 太高級的材料,我們的錘子不夠力 那如果我要升級成鐵錘的話呢 我自己還要再準備另外一個錘子 才有辦法敲這個錘子,所以有點麻煩 然後我要再做一個石錘 我們現在只有銅跟鐵可以用 它沒有鑽石錘 那更高級的我就沒辦法做了 因為你的錘子呢,等級也要夠 好,那個等級必須夠才能敲上去 有些材料的錘子要三級的 但是我現在的合成金屬好像沒有三級的 所以這一包,某組包可能對於這個工具的升級 可能沒有這麼的講究 所以我先把這個部件再換成石頭的 然後兩個都要換 那這樣我們再去把另外一個工具再升級 這個就蠻奇怪的 這樣子 OK,然後這裡呢,再升級成鐵 鐵跟銅呢,鐵還是比較好 這個銅的耐久沒那麼高,鐵還是好一點的 OK,所以就升級 那後來我發現這邊的握把的部分呢 它有比較好的材料是這個烈焰桿 烈焰桿可以增加這個擴充的藍位 而且傷害,傷害提升好多喔 原本只有1,加上烈焰桿變9耶 欸,可是我們要升級成烈焰桿的握把 必須用四級的錘子 啊我這個升級上去才三級 那我的四級錘子哪來的 呃,握把 沒有比較好的材料了 還是我們鑲嵌東西 有辦法提升我的等級,好像也沒有耶 這樣我們只能先把把手換成鐵的 鐵的也可以讓我的錘子升到三階 那,OK 這樣我們之後再升級上去 在這個模組包中其實 比較強力的金屬比較少 沒有像什麼那種無禁錠啊 或是什麼特殊超級黑物質或紅物質那類的 比較誇張的金屬 那這邊比較強的大概就是 鋼,然後這個靈魂鋼 應該靈魂鋼應該是這邊最高級的 它直接是五階的錘子 那我現在把這些金屬敲一敲 其實這個用量也是蠻快的 我們的鐵,一下就花光了 鐵量其實不多 因為它還會得到其他的礦石 欸,我是不是升級了 這個錘子是不是有 好像可以升級啊 感覺用越久 垂直好像有一些能力在耶 那另外呢 我們為了獲得烈焰桿 用了一個新方法 之前烈焰桿只能用釣竿去岩漿海釣 那這邊呢 可以用這個沙漏 把沙子跟岩漿混在一起 然後用漏斗 露出來有一個 紅色的沙 岩漿沙 那這岩漿沙呢 可以直接做成烈焰桿 所以這是我們獲得烈焰桿 比較快的方式不要慢慢釣魚 然後這邊有一些火元素 這可以拿來烤東西之類的 所以這個還不錯用 這樣我們烈焰 合成就很簡單 它只要殺跟岩漿 那岩漿到處都是喔 這邊全部都是 那路上之前有一個這個木製箱子 這個我先做好了 還有這個箱子的製造機 那木製箱子呢 就是可以存 單格的東西喔 這個是 把一個東西全部存進去 好,然後再拿出來 拿,拿,拿,拿出來 對對對 就是只能放一個東西啦 那它只能放一面 這個黑黑的地方 所以這個可以把它 接在鵝卵石 產生機那邊 這樣就不用用箱子 然後就不用怕它滿了 欸我不知道這一個箱子 可以存多少欸 等一下要看一下 那另外這個箱子製造機 可以讓你製造你想要的箱子 看你要幾行 這邊可以24 然後有 痾12行 對,你的容量可以自由的調整 那就會變超級大 這樣就有200多格的這個 藍位 但是你的材料要很多 18個箱子 然後一組鐵 一組鐵栽燃 黏土 欸其實我好像做得到欸 好像做得到 只是我鐵定應該夠 然後這邊還可以選擇染色喔 看你要什麼色可以自己選 可以紅色 或是各種顏色 那這邊還有背包也可以做 不過背包的話 我們現在沒有羊毛跟線 欸如果可以做背包也滿方便的 這也是可以做到最大 最大,200多個背包 那用量主要是鐵啦 羊毛 欸這個世界包 該怎麼取得羊毛 應該說 欸線 欸,我們線其實可以合成羊毛齁 那我就多種一點那個啊 我多種一點那個植物 那我好像可以做個背包欸 對不對,好像 隨身包好像 也滿需要的 那做到最大要三十幾個 有點不夠 這邊我決定先來做個背包好了 我們直接撒這個線 直接用骨粉撒 那我這裡就是按著右鍵 就一直有一直有一直有 反正我們骨粉幾乎是無限 只要切自己的話 切自己的肉 然後磨成骨粉 那就很多 反正我們補血呢 呃,吃個馬鈴薯就好了 那羊毛夠了反而是鐵不夠 所以我們要再更多的鐵 它要一組鐵欸 有點多 那我們現在垂折了 可以做一點升級 它有一個速度升級 或是耐久升級 它這個升級好小氣喔 只是加滿少的 速度加0.03 有跟沒有一樣 不過它 不知道是可以升級級欸 然後這麻煩的地方 是我還要另外把錘子來敲它 所以我還是要備用一把欸 我之後可能至少要兩把鐵錘之類的 我們需要互敲 那我來升級耐久好了 因為這錘子速度沒差 所以這樣就有提升了 那這邊呢我們先來把鵝卵石的箱子來改一下 這個箱 這個箱 我不知道 我們先來 等一下喔 我們先來把這個箱子 搬走 你看這個箱子可以直接拆開 直接接 嗯,好像可以 沒問題 這邊蒐集了一輩子呢 我們終於獲得了 足夠的鐵 我們要來做最大的背包 好不好,這邊 白色羊毛64個鐵錠 蒐集很久 然後這樣子 OK 那顏色 背包什麼顏色比較好 白色 紅色 來,紅色背包好了啦 做出來 嗯 做得出來嗎 不對,我們要 把材料放在這邊 擺在它的下方 線 18個 OK 做出來 紅色背包 這個欄位有288 這麼多 那背包 多大 畫面外 不是他 畫面塞不下 上面應該還有 但是我的畫面 根本塞不下 是不是做太大了 必須把介面 調小一點 才看得到全貌 OK 這個大小 完全不能用 應該說用了 我沒辦法按那個 自動整理 然後我的欄位也 少了要兩排 哇,做太大 真的沒辦法 那這個背包怎麼辦 沒用了耶 我可不可以還我材料啊 你還我材料好嗎 不行 登登 結果存了那麼久 我的背包 做太大 反而沒用 背包是暫時先不管了 我們先來做後續的任務吧 這邊呢 我們要蓋一個地獄門 欸 雖然我們在這個世界 其實本來就是地獄了耶 我還可以離開地獄嗎 我們來蓋一個地獄門 那我打算這片岩漿拿來挖掘用 我這邊先把外面鋪 一起來 我們要倒水在裡面 那我們避免水漏出去 因為我不想那個地形被破壞掉 因為倒水的話就會 就會整個流出去 這樣子 倒在這邊 好 然後我就可以大量挖掘 那只挖黑鑰匙的部分 喔好硬喔 鑽鎬也是要挖很久 那我們有更好的金屬 好不過我們這一次挖 這樣有多少 5乘5 25個 OK 這樣子 欸應該有吧 應該 沒被燒掉吧 喔有 好 我們可以蓋地獄門了 然後這一塊呢我們就可以一直往下挖 這我可能要放個樓梯之類的 然後就水就放著吧 就讓它一直往下流 然後我就一直挖 我這邊會一直往下鑽 那再來就是 地獄門 來吧 那究竟我們可不可以蓋出地獄門 然後通往別的世界呢 我們稍微來試試看 這邊地獄門我可以蓋大一點好了 這樣子 然後1 2 3 4 OK 這樣大一點 反正我們空間還蠻大的 腹地就蓋大一點 這樣子 OK 來開門 Open 有 有門 那這個傳送出去我會跑到哪邊去呢 走囉 喔這個世界好晃啊 等一下我好像離不開耶 我在地獄門待了一分鐘 但是離不開 似乎沒有地獄以外的生態系嗎 我們真的傳送不走 沒辦法走 你就一輩子只能待在地獄了 只有在這個岩漿世界中 我逃不走了 回不到原本的世界去 那這邊地獄門其實主要是用來 做一些特殊的材料 像是這個水晶 丟過去之後呢 會變成 這個 欸跑去哪了 在這邊 會變成 地獄水晶 那就是新的材料了 那這個門 像是那個什麼 植物魔法也會用到 一些太拉鋼什麼的嘛 可以做一些交換 那 這個我們現在做新的機械 那這邊我們現在做一台爆炸爐 那這個爆炸爐只要鐵加黏土呢 就可以獲得這個新的金屬 那這是我們後續 比較高級的機器會用到的 那接下來我們要做出火藥 火藥的話用碎石把它染紅 這個看起來明明就 藍色的吧 我沒看錯吧 這有點藍色 但是它寫的是紅色的 壓扁之後呢就會變成火藥了 那火藥呢是這個爆炸爐的燃料之一 那我們想要用16個鐵墊去轉化 那這邊能量需要1440 那這個火藥一次給288 所以我們要5個火藥吧 然後它這邊呢下面還要放沙子 就是 欸剛好是一個TNT的材料嘛 那接下來還要紅石訊號啟動它 欸 一個大爆炸 欸有了有了 還好不是很痛 OK這樣我們就有更好的金屬 那人物可以一一來完成 給我沙子 然後這個給我更多的火藥 那這個呢給我一個 呃比較快的漏斗 欸這個還有等級欸 快速漏斗 有這個的話之後可能不用接管線 那再來我們要先做這台機器 這個是比較好的固態熔爐 那這個新的爐火呢 它可以提升到200度 所以我們可以燒更多東西吧 這個不知道需不需要再放岩漿欸 我來看一下 呃...燃料 那燃料 喔就是用一般的燃料欸 可能就是煤炭那些都可以了 好高級的燃料 然後也是往上提升 那我們要來做它的是 放在上面的機器 是這個 這邊工作溫度要128 所以我們之前那個小爐火呢 只有80度 欸不對啊 它用岩漿加熱才到80度喔 岩漿不是幾千度嗎 它的轉化率怎麼那麼差 那把碳粉合成碳板 然後再來合成我們的機器 OK完成 那來燒東西吧 我還是放在岩漿上 雖然... 沒用 反正就是放在一起 那這邊感覺 哇...感覺就是新機器了 那這邊燃料應該這個也可以吧 胡蘿蔔 可以 好...加熱 溫度上升中 有...這會提升到200度 這邊可以做一些電路板 那我就先造的任務先來完成好了 更多的木炭 然後...欸有頭盔了欸 欸對齁 裝備...欸可是我需要裝備嗎 有一個頭盔 啊這個是什麼 V.I.E.N 它說按右鍵去搜尋附近的箱子 然後可以做什麼 喔... 喔可以直接搜喔 好有沒有黑什麼的 黑...喔會顯示耶 黑曜石 哇直接顯示在這邊欸 好方便喔 OK所以是搜尋用的 可是... 嗯...應該也還好 因為我們只要做好分類的話 倒是不會用到吧 那最後呢 雖然武器沒什麼用 但是我還是想做一下刀欸 我們來打造一個什麼刀呢 呃...鑽刀 鑽石的話... 這個傷害有增加 我這個耐久很多 好我還是做鑽石的好了 不過速度就比較慢一點 鑽石刀 反正我鑽石還蠻多的 而且用不太到 那...手把部分 這裡的話也是鐵 好鑽石鐵 不過這個速度就變慢了欸 雖然會變慢 可是可以擴充的欄位也會增加 所以應該還是得做 然後...後面的那個握把的那個柄 那個圓圓的部分 這也可以做欸 這個...喔...欸...速度反而增加了欸 欸...啊這個用鐵做速度反而加更多 欸...會用鑽石欸 喔...耐久 耐久又增加了 好鑽石的比較好看 做 欸這個會增加護甲欸 這麼神秘 居然是加護甲 那...那...那...怎麼辦 我不要那個護手 然後把它鑲嵌寶石 這個速度有增加 攻速變快了 耐久變低 沒關係 我想要快一點 唷 刀的樣子就變了欸 這樣子 我的...開山刀 完成 長這樣 就是跟一般的刀不太一樣 一般的刀是兩...兩面刃 然後這個應該是只有單面的那種感覺 應該就跟日本刀有點像 就只有單面是鋒利的 那上面還有一個藍尾可以打造 這個打到之後呢 擴充格又變多了 可是這個速度減一半欸 速度怎麼減那麼多 哇 可是我想要快欸 我的刀就是要快啊 那我順便打造第二把刀 在護手的部分呢 這邊有另外一個ring 這個結還是什麼的 有一個quick欸 增加快速嗎 而且攻速又變快了 那...我覺得這好像比較好欸 我們來做做看 這個又可以更快 那...喔 樣子有點不太一樣 這個護手只有一邊 然後這個短短的兩邊 OK 這樣我就有雙刀流了 不過它看起來好像差不多 外觀上...不明顯 就是那個護手的部分有小小的不一樣 而且這邊攻速都非常的快 這個是1秒砍1.4下 欸 1.4 都一樣喔 速度都是1.4 這個耐久更高一點 OK 有沒有怪給我打 沒...沒怪可以讓我試刀一下欸 難得我有雙刀流 好的 那我們這一集呢 差不多先到這邊告一個段落啦 非常感謝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喜歡這系列呢 別忘了按下你的喜歡喔 那我們就下次再會 大家掰掰 掰掰 掰掰 還可以拍到一些 以及幫你拍照 我們一起拍照 多久的一天 我們不可以拍照 我們來拍照 我們會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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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